新农冰桥引道工程预计将在7月动工 为了感谢缺资安等多位地主同意将私有土地无偿提供 作为永久通行使用 华联市长魏佳贤特地前往缺家颁发感谢状 并承诺对于公共工程将会严格把关 新农冰桥引道工程在7月份要动工 而工程区内有一块土地是缺资安一家人所有 当年缺资安的母亲特别叮咛要协助政府造桥铺路 因此这次再捐出土地让新农冰桥施作引道 若是以上资路奄言最大 从这边一半多来用话 是我们家的土地 在过去的一六十堂对面 是整个房子都来坐马路了 后来搬到这个地方又要拆了 又要做合体 真的很有缘分 可是为了花莲的一个建设 道路建设为了大家可以过得平安 行车的平安 我倒觉得我妈妈真的很伟大 她在生前的时候就特别交代我 农冰桥这个三角地就对了 她事工所要征收来做一个道路的通行 那也感谢市长今天专程来 让我妈妈虽然已经往生了 可是我们还是一样延续她的精神 那不敢说什么铺桥造路 我们捐了一些土地来用的话 让所有的百姓在行车来用的话 可以更安全更平安 市长温家贤感谢雀家的一举 特别前往颁发感谢状 也向雀妈妈临前致意 感谢她的无私奉献 今天特别谢谢雀之安 还有雀之安先生 还有她的所有的家人们 那特别要感谢奶奶 雀奶奶 她在离开以前特别有交代 要捐赠土地 让花莲市的建设 未来能够顺利进行 那雀大哥也一直记着这件事情 那也特别跟我们交代 未来的公共工程一定要做严格的把关 要把所有的公共工程都做到位 让民众有安全回家的路 那我们在此也给奶奶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诺 未来不论任何的建设 我们一定会严格把关她的建设品质 那不会辜负奶奶的一番好意跟心意 也不会辜负雀家的整个孩子们 对于花莲市建设的一个用心 那在此我们代表花莲市民 谢谢我们雀大哥跟我们所有家属 对于花莲市建设的一个用心跟支持 非常感谢你们 施工作表示目前新农兵桥中央桥墨梁钢筋 已经绑扎并完成第一层的胶质混离土 向之路桥台墙面钢筋 以绑扎也完成基础胶质混离土 引道在7月份施工 玉立梁在8月中要掉桩 如果没有受到天后影响 或者是其他不可抗的因素 整体工程预计在11月底可以完工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